系纸区公所今年7月份的区务会议在3号这天校午召开 连续几个月所关注的校园安全 秀风国小校长就表示 校门口违规停车真的还是很严重 甚至就停在小朋友过马路的斑马线上 打电话反应拖掉都会拖很久 因此就希望各相关单位都能够更加重视学童们的安全 103年7月份的系纸区务会议3号下午在公所4楼召开 包括学校、警分局、消防等各单位都来参加 而在针对上个月建议案执行情形报告时 学校周边的交通停车乱象 虽然也会看作了相关的改善 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而秀风国小的校长就表示 校门口周边违规停车情况一直都很严重 而上个月底还有一辆车 就这么停在孩子们过马路的斑马线上 只是反应拖掉处理却拖了40分钟 那它其实是挡到我们刚刚好 校门针对门的这辆车子 那它违规停车在我们学生上学的这个通路 所以在早上 那所以我们在7点14分的时候 我们就打电话给系纸的这个分局请求协助 因为从到6点53分开始到7点14分 这当中其实没有任何人过来处理 所以我不知道这中间要等待多久的时间 校长很苦恼 因为学童上放学安全 受到威胁 照片可以看到停车的位置刚好是导户刚哨的中间 只是为何处理得拖40分钟 也希望警分局能够协助说明改善 所以就是这一部的车子挡在校门口从6点53分 他们通报之后到7点33分 其实这已经经过了大概将近40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疑问就有好几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说 远己到现场处理需要像这样的状况 我们需要等待多久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脱掉车 它上班的时间应该是几点开始 是有人可以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那当天的话 他们是早上7点就开始上班 到晚上6点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外 如果说一些很严重的围停 或者我们的执法上有需要它配偶来脱掉的 这个情况他们才会再出来来执行 一般的情形的话 我们就是以告发来做执法的一个动作 因为学童安全很重要 会议上也希望如果有类似的状况 警分局可以尽快的处理 让孩子们可以快乐上学平安回家 九层慧玲细致采访报导